接下來看到的 則是養殖業者漏電 害死人的判決 這個是在到西邊去抓螃蟹的情況 發生在前年的二月份 臺北南下的料姓男子 去到彰化的漢堡溪去抓螃蟹 走在泥巴當中 他突然感覺被電到 電流非常強 他倒地休克 急救之後仍然不幸死亡 檢警調查發現是附近的 一個文革的養殖業者 他裡面牽的電線老就漏電 電流就這樣子的 一路沿著溪水傳遞 才釀成死亡的悲劇 最高法院按照過失致死罪 判有期徒刑 三年定宴 彰化漢堡溪沿岸 不少小螃蟹冒出頭 在泥土裡爬來爬去 兩年前的小年夜當天 卻有一名二十四歲的料姓男子 在這裡為了抓螃蟹 不幸喪命 當時這個意味讓附近的 居民想起來都印象深刻 時間回到二零一九年的二月三號 凌晨四點多 從臺北下來的料姓男子 來到彰化漢堡溪沿岸抓螃蟹 但是他腳卡在泥泥中跌倒 全身碰到泥巴 當場大叫啊的一聲 被強大的電流電到休克 送醫後人宣告不至 檢警事後追查發現是當地的文革養殖業者 免心男子設置的馬達電纜線 因為外皮老舊 電流就沿著溪水漏電 當時免心男子不但否認犯刑 還企圖更換電線推卸責任 雖然免心男子大聲喊冤 但經過一審二審 法官都認定是漏電量貨 最後最高法院依過失致死罪 判處免心男子有期徒刑三年定宴 歡迎收看 下面謝忠一謝憲宗彰化報道